這部巨場就是我們的 自然的過世紀獎的圍徵 因為這部巡迴生活 男的俊俏 女的美麗 走上紅地毯 這高規格的排場 不是金鐘獎 也不是金馬獎 而是從又影藝科技大學 舉辦的畢業典禮 主持人在一旁解說 後頭接著一輛一輛禮車開來 接著駕駛下車 幫忙後座的學生開車門 仔細一看都是各系的主任 原來這是學校精心安排的橋段 禮車會由各系的系主任 親自擔任駕駛 替入圍的同學來開車門 向嫁女兒的心情 用這樣走紅毯 金鐘金馬規格的方式來頒獎 讓他感受到 老師們對他們 蓬城萬里前途無量的祝福 將來這樣的一個儀式 也會成為我們從又接下來的傳統 畢業典禮走紅地毯 讓學生畢業倍感光榮 連講座都是特別打造 最開心的是在學校的時候 其實老師都是陪著同學 比如說一起練功 然後學習這個業界上 應該要有的技能 所以其實在就學的過程中 有很多在業界的工作機會 所以其實對於要畢業這件事情來講 我覺得是準備好 而且是非常期待跟興奮的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在把學校所學的技能 然後在業界發揮 然後我覺得從又給了我們一個無懼的未來 謝謝戲上所有老師跟學校 頒獎橋段讓氣氛還到最高點 除此之外也找來了業界大咖來助政 給予祝福 最後祝福各位蓬城萬里 虔誠無量 從又影藝科技大學小雲昌龍 你們準備好了嗎 期待很快在業界 能夠與從又的人合作 加油喔 那我們同學的出入 都是在演藝圈 影視圈 以這邊的方向為主來培育 那他們的出入都非常的好 他們有 現在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就有被籤了藝人很多 那我們都在這方面 我們不管是老師也好 設備也好 各方面我們都用到最高規格 最好的設備 最優良的老師 碰上了疫情 從又影藝科技大學畢業 學校控制參加人數 沒來的也用直播方式同步參加 這一次我們是用直播的方式 來做我們的畢業典禮 最主要我們是動員了我們演藝系 跟表演系的學生來做音控 那邊的學生在做音控 那邊樂團的樂手跟我們 專門在負責音響的樂團的樂手 跟那些人加起來差不多二十幾個 然後在我們畫面的直播上面 我們差不多我們動員了 影視系的差不多十五位同學 在老師帶領下大家一起通力合作 畢業生走紅地毯 高規格比照金鐘金馬獎 器材設備大手筆打造 除了希望讓相關科系的學生 上場實戰一位 畢業生打造美好的回憶 記者黃少民金榮報導